回答公布第二季财报 营收虽然优于预期 但股价盘后却一度下沙 超过8% 美股四大指数全走跌 以连带拖累今天台股的表现 开盘下挫超过300点 最后收在22201点 跌了168点 半导体和金融类股 也表现不佳 像是台积电鸿海 还有广达都走跌 呈现一片绿油油 全王台积电开低走低 最后收在943元 跌21元 市值24.46兆 就连人工智慧族群 像是技嘉以及伪创 也都有超过1.6%的跌幅 金融类股的部分 新光金最后收在平盘 但台积金跌幅来到2.64% 中信金则跌1.5%